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份终其一生的质疑是射手深刻的估计 射手座时而压抑自己的性情 时而又必须展现出耀眼的自我 粗心里面有无比的细腻 不想被任何东西约束 又时常患得患失 射手座一个人的时候可以过得很好 就会有种莫名的孤独感 但只要太阳照常升起 又是开心的逗逼做回那个爱笑的自己 心大 让射手座忘记忧愁 直来直去 从不隐瞒自己的追求 快乐就好 不必在乎规矩和约束 同时 这样射手座 接受了太多的曲解 让人以为他们很强大 不需要照顾 射手座只是喜欢距离感 不习惯对人虚寒问 也不需要对方的过度问候 他们是非分明 对错两清 爱就是爱 不爱就是不爱 射手座的道德界限不能遇 虽有异性拥戴 但绝不是划险 只是偷证 射手只是偷证 爱一个人便爱到底 分开了射手的消沉 唯有安静的自愈 难过是我 想开也是我 射手不会浪费时间 在不值得的事情上 一路努力地做自己 真是射手不希望 被太多的东西 所左右和支配 不想迷失 在任何一种情绪之中 忘掉初心 如果你有一瞬间 看懂射手笑容的暗面 那其中 也有两道浅浅的泪去 太骄傲 所以有事难免用错误的方式 证明自己的存在 自己惩罚自己 直到对一些是麻木了 想开了 随风而逝了 射手 你是石头里的风 在不能自由的地方 追求自我 射手 你是云朵里的刺 在无根的世界 保持倔强 射手 你是悲观的乐观主义 眼泪尽头无人见 却有悲触 上天之 感谢观看